在防呆2裡面 因為如果你按一下那個 假設這樣按確定 那他裡面沒有填資料 防呆2會怎麼樣 會跳出警告 按確定他就離開了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應該是那個人他忘記輸入了 所以你應該怎麼樣 讓他 再回到剛剛輸入畫面 不然你離開的話 好像跟使用者邏輯不太相通 他可能按確定他不小心按取消 或者按確定裡面沒填嘛 所以你應該讓他怎麼樣 再跳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需要什麼 讓程式回頭 因為他跑到那邊 跳到上面讓他繼續輸入 直到有輸入為止的話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就是在防呆2這個地方 可以在稍微做一個邏輯的修改 哪個地方呢 1 就是我要讓他跳回去 那特別注意 前面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那個 程式是可以回頭的 OK 不過很多事情是不能回頭啦 但是程式可以回頭 OK 那要怎麼回頭 1 你可以在這個 你要回頭的地方 的上一行 Infobuz上面打一個 標籤 名稱自己取 我叫r1好了 冒號 多一個冒號 這個冒號指的就是標籤 那標籤的名稱呢 就是r1 那如果你要回頭的話 你就是 當他沒輸入的時候 跳一個訊息 然後呢 不要讓他離開 把這個離開怎麼樣 改成 跳到上面去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加一個敘述叫goto 打一個r1就可以了 goto r1 這個地方沒有冒號 只有上面有冒號 他就知道什麼 你跑到這邊的時候 那我就怎麼樣呢 從這邊再回到這裡 繼續 直到你一定要有輸入為止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未來 你如果要寫程式的時候 剛好那個地方 要讓程式回頭的話 你可以這樣寫 不過寫這樣的方法 有點風險 因為 如果你寫錯位置 他變成程式永遠出不來了 因為他一直一直在那邊繞圈圈 所以這個使用的方式可能要謹慎一點 你確定應該沒錯啦 所以你寫完之後 在支持稿 如果 他還是沒輸入 那他又繼續跑回來 如果他還沒輸入 繼續跑回來 所以這個就變成他永遠都 一定要輸入資料 否則關不掉 對就不放過你 OK 所以一定要輸入的意思啦 所以不能是空的 那我來試一下 這有沒有這麼厲害 有沒有 取消個位 不行 按確定個位 也不行 他就一定要你輸入資料 你還非得 而且你輸個假的也沒關係啦 輸個這樣都可以 就可以啦 取消也不行 取消就是空的嘛 所以你輸入個假的啦 但這查無資料 除非你 有沒有 他會跳查無資料 就又恢復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 一定要你輸入為止 你不能取消 也不能確定 一定要有資料就對了 有沒有 他要回到 OK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一個 所以一定 反正你就隨便輸入一個好了 查無資料也沒關係 好 這個是有關那個 如何讓程式回頭 寫法 GoTo RE 到這邊來 我應該可以了解吧 這個以後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做啦 不過 使用的時候一定要謹慎喔 不然的話 會沒辦法 他會出不來 可以是 順便問一下 你這一堂剛好 Message Box 對 有一個像你會 打豆點在BB Protical 對 BB Information 是是 幹嘛要寫的 就icon 如果你沒有那個 就沒有icon 有沒有看到前面的icon 有沒有 如果沒寫 他就是陽春的 完全沒有圖 只有文 後面那個是圖啦 就是那個icon OK 當然你不加也沒關係啦 所以剛剛我們就強調 只是說因為他這個應該是秀一個圖給你看 可是他就是沒有那麼貼心 而且呢 你看F1 他也沒有圖 所以怎麼辦呢 我常常就是試嘛 反正試完之後 那其實應該要有人貼心幫你拍照算了 每一個幫你 這個是等於哪個圖 這個等於 不過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 沒有看到有人這樣整理 所以如果你們有時間的同學 這邊可以幫 大家整理一下 VB Information 這個 這個 Message Box 後面的豆點 哪個 是哪一個圖 多少個 太多了 一串 所以你這邊的話你可以就是用豆點 我這邊不是豆點 點下去有沒有 他就這麼多個 這麼這麼多個 不過都可以拆得出來啦 OK 有一些是 還有一些狀態 細節部分當然呢 你可以 可以透過這邊按F1 他裡面有很詳細的說明 OK 那這個是有關那個讓程式回頭 再來呢 另外有一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總列數有沒有 是幾列呢 2500列 對不對 可是未來呢 如果你這個列數會增加 或者減少的話 那他也是個大問題啊 現在是2500 如果未來呢 他又增加了幾列 比如說我又複製 貼上 那你篩選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我們已經寫固定了 所以未來呢 將來呢 就會固定在2500列 如果你有增加 或減少的話 他還是會出錯 所以假設我今天是 2510列的話 那這樣子就發生錯誤 怎麼辦呢 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用那個 還記得吧 2500可以把它變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 給一個I啦 或者是給一個 R都可以 因為這邊I用過 通常用過 老師那I用過了 可不可以 因為這邊用完了 他就丟棄了 就跟 剪貼不一樣 所以這邊再加一個I有沒有關係 應該理論上沒有關係 所以 我習慣上這邊加一個I I等於什麼呢 用A1向下追蹤 或 所以這個 前面寫過啦 大概把重點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 向下追蹤 得到的列 這樣子的話呢 將來2500 就不會是固定的 OK 這樣會 比較OK 不然的話以後 你那個列數 會出問題 那把這個2500怎麼樣呢 直接改成I 那你不能直接放 特別去 控格 AND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他會幫你把什麼呢 2500 假設2510 他看到 這個AND符號表示串接 他會先幫你把這個數字 轉換成文字 再跟前面的串 所以呢 這個後面會串 2510 串在一起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啦 因為之前好同學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不是AND IAND 因為他以前用背的 所以 串 如果後面沒有 後面就不用再串了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是串中間的 那這個地方只有串 在後面 所以只需要怎麼樣 這邊有個AND符號 I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OK 這個是如果你的總列數 會有增減的話 一定要寫成這樣子 否則最後 你那個查詢的 範圍就會出錯 OK 所以這邊我大概又 講了兩個 一個是 如何讓程式回頭 如何自動取得 那個 列 列的位置 不過藍可能用的比較少 所以我講的比較 比較少一些些 那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可以參考這個 方法E 那我剛剛是用I 不過你用R也可以啦 反正這是一個變數 OK 那後面還有 一般是列會變動 那如果說之前後來還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藍如果也會變動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再加一個C了 變成你這邊 寫法又不一樣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兩個 那再來後面呢 我們還會希望增加什麼 增加篩選產業別 產品跟客戶名稱 那當然呢 你程式要怎麼樣快速產生呢 你可以把剛剛寫完的 複製貼上改就好了 可是你會發現複製貼上改 好像 很多地方都一樣 所以呢 如果好像很多地方都一樣 只有一兩個地方不一樣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改寫成所謂的 共用方法 或者叫做共用程序啦 OK 那所謂的共用意思就是說 我把他們 不一樣的地方 抓出來變成 用參數的方式傳遞就可以了 OK大概概念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改用那個共用方法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現場 好 好 Dé氣 老師 寶